大白天街頭一陣隱情聲 越催越猛 圓景健壯火速衝向前 看到圓景眼下逃不了 白衣男子直接下車 對著圓景又是指又是罵 還不斷拍打擋風玻璃 措施要打人 但囂張嗆警的還有他們 我沒有亂拍 我對他保護反訴 還怎麼了 看到朋友有難 白衣男子的兩名友人 也衝向前助陣嗆警察 雙方爆發肢體衝突 就是不願乖乖就範 多名警力和快打部隊 將三名男子強壓上銬 圓南幾分鐘前 白衣男子和友人 在桃園火車站一家KTP前姿勢 警方到場後 男子還想落跑 狂踩油門車子發不動 原來男子忘記打低檔 車子在原地發出巨響 一名男子突然就上駕駛座 然後有喝酒的情形 然後病理開啟疫情發動 然後強吹油門 那本所同仁 家裡勸阻要一起下車 那該名男子下車後 竟對警方大聲的叫嚣 原來是喝了酒 不願被盤查 想落跑又忘記打擋 最後還是狼狽被逮 但這尷尬場面 讓人不禁會心一笑 記者劉士展台灣報導